大家好,我是队长 乔达斯梅杰斯的袭击案 今天引来了庭审的第八天 在今天的庭审开始前 法官允许地方检察官 拼请一名家庭暴力犯罪专家 对梅杰斯的行为进行分析 但要求不得将分析的结果 在庭审上公布 避免影响陪审团的公正判断 之后地方检察官 传唤了今天的第一位证人 是一位名叫克洛伊的女性 她就是案发当晚 贾巴尼遇到的三名陌生人之一 克洛伊说 贾巴尼当晚告诉他 他刚刚发现梅杰斯对他不忠 而且他刚下车 还把手机和钱包钥匙留在了车上 贾巴尼试图让他们暂时收纽他 在过程中 他们和贾巴尼一起遇上了路过的梅杰斯 在贾巴尼和梅杰斯第二次上车 继续不欢而散后 他们邀请他去夜总会 以保证他不用继续和梅杰斯待在一起 事后检察官播放了视频 在视频中 克洛伊身穿白色的衬衫 并且拥抱了贾巴尼三到五次 还和贾巴尼的右脸颊进行了触碰 克洛伊说 他从未注意到贾巴尼的手或者右耳受伤 他的白色衣也没有沾上血迹 接着 检察官又传唤了第二名证人 一位名叫麦克斯的男人 也是三名陌生人之一 检察官问他 是否注意到贾巴尼受伤了 麦克斯说没有 检察官问 贾巴尼有没有抱怨自己受伤了 麦克斯说他不记得了 看起来啊 就连检察官自己 都对贾巴尼受伤的时间和方式 参加怀疑 他请来了两名目击者 都在说没有发现贾巴尼受伤 并且还说贾巴尼在离开夜总会的时候 装上了墙 有可能是喝多了 两人都表示 自案发当晚后 他们就没有再见过贾巴尼 也没有任何的消息 他们并不是朋友 而且最对最有趣的是 在贾巴尼和梅杰斯第二次不欢而散后 他们还见到过梅杰斯 他们说梅杰斯当时很有风度 丝毫不具有攻击性 而且梅杰斯还感谢他们照顾贾巴尼 接着反正传唤了当晚的司机 司机表示 当晚贾巴尼想看梅杰斯的手机 他想看短信 梅杰斯说没有什么事 但贾巴尼仍然坚持 司机出于职业道德 一直直视前方 但他能感觉到后座的情况真的升级 司机说 梅杰斯想要摆脱贾巴尼 他打开了车门从车上下来 这时现场播放了当晚的监控 当司机看到他们发生拉扯时 司机说 梅杰斯正试图摆脱贾巴尼 当时梅杰斯说 别打扰我我得走了 司机还说 梅杰斯什么都没有做 但贾巴尼却做了很多事 检察官问 你看到梅杰斯做了什么 司机说 他想把贾巴尼推回车里 他想摆脱他 检察官问 梅杰斯当时用了多大的力气 司机说 大概十分之三或四 而这和检察官在开庭时 说梅杰斯用百分百的力气 将贾巴尼认回车上完全不同 司机继续说 当他们都下车后 司机十分懵逼 他的老板告诉他 必须把两人找回来 但万幸的是 很快他们就再度回到了车上 但当他们上车后 贾巴尼对梅杰斯大喊大叫 然后司机说 我有一种感觉 女人打了梅杰斯 检察官问 你为什么有贾巴尼 打了梅杰斯的感觉 司机说 从他们的对话 和他发出了声音 虽然我当时直视前方 但声音很明显 然后梅杰斯的律师询问司机 在当晚有没有在车上发现血迹 司机说没有 然后检察官传回了 给贾巴尼治疗的医生出庭 医生说 他对贾巴尼进行了治疗 他的手指骨折 而后有一个小伤口 医生说他从伤口判断 受伤的原因是被尖锐的物体 击中或者撞击 医生说 贾巴尼当时说 他不知道他的手指是怎么受伤的 而且他从未告诉他们 他的头被梅杰斯击打 医生还表示 贾巴尼的手部受伤 是由跌倒或者装击猛物造成的 而且贾巴尼的脸上 没有任何的抓痕 瘀伤 他的脖子也没有任何的瘀伤 梅杰斯的律师问医生 他认为贾巴尼 是否有酗酒的问题 医生说他相信 他有患酒精耐用证的风险 到此 庭审的第八天就结束了 十分有趣的是 今天检察官传唤的所有证人 都倾向于梅杰斯 虽然说这是个正常的流程 但看着真的很像是检察官 在为梅杰斯辩护 难道检察官的真实身份 不是检察官康吗 而且说句题外话 目前梅杰斯在外网的舆论 其实并不算好 许多主流媒体 很少报道对梅杰斯有利的消息 往往庭审出现 对梅杰斯不利的证据时 就被他们大肆宣传 但当梅杰斯占据上风了 所有的媒体就全都牙火 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吧 国外的某些政治正确呢 还真的是不正确呢 庭审将在明天继续 到时候我也将带来最新的进展 那我是队长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